好,那看看吧,去到Trial Balance 試算表 Trial Balance 就在我們的Accounting Cycle 裡面 如果跟我有印象的話,我先準備了這個 在Transaction 線的頻道 然後將頻道的Record 貼到這個Ledger 然後再下,其實就已經去到Trial Balance 所以Trial Balance 其實是在Accounting Cycle 裡面的第三步 那好了,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都有點,那什麼叫Trial Balance 好像是沒有樣子看有沒有什麼 那就是怎麼做的 我不用擔心的,因為我們先從Definition 先認識 Trial Balance 是一個List來的 就是一個表 List 是所有Account Balance 在Ledger 裡面 A Certain Date 那,我們說帳戶平衡呢 其實呢,有很多種不同的平衡 有些叫Debit Balance 有些叫Credit Balance 有些叫Zero Balance 那其實呢,我們如果同學有印象 其實呢,在中三的時候 學這個Double Entry System的時候 其實都有教過的了 那但是呢,如果不認識的 那這個我們也可以再看看一次吧 那我稍後會講一講 究竟什麼叫Debit Balance 那通常呢,我們Debit Balance 其實就是,Asset的Type就是Debit Balance的了 Expense也是啦 那連Drawings也會是的 那,所以看回這三個都是的 那,不知同學有沒有印象 對一些,Asset有沒有什麼印象呢 那,我們對Asset來說呢 如果同學有的印象呢 就分開這個NCA 和這個CA 那NCA呢 我們在裡面呢 就會有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 Machinery 那,又或者譬如 Office Equipment 那,另外還有一些CA 譬如說可能Cash 那,又或者是AR 那,又或者可能是AR 那,就是Account Receivable 那,我們說這些呢 其實都會是屬於這個 的... 嗯... NAS 好了,那就到Expenses了 那,Expenses來說呢 我們就說 有些什麼呢 其實都很多東西可以是Expenses的 例如說 例如說 通常我們經常都會見到的 Office sorry 通常我們經常都會見到的 可能是這個 的... Celary Celary 那,又或者是Rent and Rate 那,又或者是Rent and Rate 那,又或者可能有時候會見到 嗯... 還有的紮械 譬如說 Electricity 等等 那這些呢 我們都說是Expenses 來的 那當然同學有時候都會問 咦,那究竟 譬如舉個例子 這裡有個Bank的帳戶 那我們叫Cash at Bank 那什麼帳戶 那這個 又屬於什麼呢 那當然這個呢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那你今晚再提到同學 Cash at Bank 呢 可以是Debit Balance 亦都可以是 Ready Balance 那就視乎 究竟它是正數還是負數 如果你銀行是有錢的 那當然就屬於這個 應該是Debit Balance Normally OK 那但是如果不是啊 如果你是說 哦,銀行是負數的 負數 那那個呢 就應該是屬於這個 的 Ready Balance 那而呢 通常我們說這個呢 都會稱之為這個 的 Bed Over Draft 那呢 屬於Bed Over Draft 那呢 我們就會是屬於Liability OK 那Liability 其實也一樣 那有NCL 和CL 那NCL 通常我們就是Long-Term的Depth 那 而CL呢 通常我們就是 剛才說的Bed Over Graph 那 那 又或者是這個 的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的Account Receivable 就是AP 我們叫 行不行 那 那 那 好了 Revenue來說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Revenue 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哦,可能是這個 的 嗯 就是 Interest Received 即是說 可能我們傳了錢 入銀行 那 就 Receive 了 那 又或者是 Rental Income 我們把 那些 租金 收回一些 的 或者 Sales Sales 也 那 剛才也說了 Drawings Drawings 都是屬於一個 Debit Balance 那 另外 Capital 當然也是屬於這個 的 Credit Balanc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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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 Zero Balance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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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AR 那 這邊 有 $5000 收入 而 另一邊 也有$5000 那 這裡 就是一個 去看這個 在这个情况下,很明显,左手边是5千元,右手边也是5千元 于是,两个就已经平衡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Total of Debit Entry,Secret of Total of Quinted Entry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Zero Balance Zero Balance在这个Trial Balance中,我们是不需要处理的 因为你是没有正数嘛,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处理 所以我们去到这里,首先认识到的一件事就是 Trial Balance,就是把所有在账户里面的Balance 列出出来,就是列出名字 然后去到这里,就会看看两边对一对的数 看看是不是一样 其实主要的帐帐,其实是用来做一个 测试一下那个... 你看用来呢 测试那个... Double Entry 其实是不是做得对的 OK 主要是我们去查这个东西 那如果是列出得对了 那正常应该呢 这个...Debit Balance 是否等于Credit Balance 那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当然了 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 正两边一样之后就一定是对的呢 那我们这个问题呢 可以之后再去考虑一下 好,那... 直接在这里讲回啦 Functions of Child Balance 那...都一样啦 这些... Functions 是要背的 那很多时候它都会在MC的路上出啦 特别是 那我们第一个... Functions of Child Balance 那... Identify Errors 那...这个第一个 这个... 现在呢... 刚才也说了 查一下 整个Total Sort的Debit 和Credit Balance 是不是一样啦 OK 那... 为什么要查呢 那... 查到不一样 就是很明显你在... Double Entry System 的时候呢 很明显应该呢 就有些东西错了 就是要查到不一样的话 那... 所以你看到这个位呢 其实就是那个 Checking 那... 如果两个平衡的话呢 就是... 两个平衡的话呢 基本上呢 表面上呢 好像没有Error 那...但其实是不是呢 这个呢 稍后再说 那...这个很明显 如果你不平衡呢 那...这个呢 就肯定... ERROR呢 就... MUST... Exist 那...但如果你说这个呢 是不是Error Free呢 那... 我告诉你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呢 依然都可以有Error 的 行不行 可以不可以 那... 那... 就要记得 即使它们两个影響也好 如果它们还未有 可以 可能 可以不可以 那就会有什么Error 為什麼都會有的呢? 那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所以大家要記一記 好,第二個就是form a base 你做一個basis 就是一個basis去prepare 這個financial statement 那我和大家一起看 financial statement我們說呢 基本上你要知道在你的DSG裡面 應該是有第一 income statement 中文應該叫做 選益表 第二個呢 應該就是statement 就是 那應該呢 就是一個 資產負債表 我們叫做 可以嗎? 好了,那所以呢,其實呢 查平均之後呢 要跟我有印象呢 我們其實就是用來prepare 這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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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嗯 嗯 嗯